早安 园艺小国家爱妈Candy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 我们的这个柠檬罗勒 哇 这个柠檬罗勒呢 一摸到了以后你就会满手的清香 柠檬清香 这个属于热带植物在印度原生地 在运度的地方 一年生的草本植物 它可以如果你照顾得好 阳光充足 其实呢 你不断的像我这样子会不断的修剪的话 其实它可以变成多年生的 这样子的柠檬罗勒呢 它从它的叶子花种子 通通都可以吃 也可以使用 它是可以生吃 可以腌制 可以做酱料 可以晒干泡茶 而且它有很棒的驱虫作用 可以药用 可以做精油 可以复复 真是一个太棒的食物 而且呢 你把柠檬罗勒呢 种在你的蔬菜旁边 它是有防虫的作用 如果你把它添加在你的食物里头 哇 这个有驱风健胃的药效 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料理 不管是中式西式 你也可以把它提炼这个精油 做所谓的芳香疗法 它就有驱风健胃的这种助消化的功能 当然晾干以后呢 你可以放在橱柜里就有防虫的效果 晾干了以后可以泡茶 可以煮海鲜料理 然后你可以浸泡成这个醋 所以是一个非常棒的 好的这个香草 而且呢 它在春夏秋 几乎都可以种植 它只救火了 是一个非常棒的这个香草 然后其实它在这个季节呢 在夏秋这个季节 就开始开花结果了 这个种子呢 是一个神秘的食物啊 它的就是口感 其实是很棒的 大家现在吃的营养丰富了 常常都要减肥 如果你知道的话 其实这个罗乐子呢 比寒天呢 更棒 因为它只要用冷水一冲 它就膨胀起来 它就有天然的这种 丰富的那种果胶 而且它营养丰富 这个纤维丰富 所以呢 它含有这种亚麻酸 所以 就是可以让你的身体 循环清肠子 想减肥呢 你可以饭钱吃 减少这种空腹的感觉 然后用餐后吃呢 你就可以刺激你的肠胃蠕动 然后在两餐之间吃呢 你就有这种饱足感 就避免少吃了这一些高热量的食物 变成胖嘟嘟一族 我今天呢 因为 这个几乎是年年 年年年都会长得一堆的 这个 罗乐 自从第一次撒了种子以后 它的种子就会不断不断的 生生不息 看我现在已经剪了一大脸盆 一大脸盆 有部分要来晒干 可以厨房 然后有部分呢 就要来做青酱 我们现在呢 就要把这个呢 全部的修剪下来 因为实在是 很多 实在是多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一节一节的剪下来 这样子一节一节的剪下来 不要浪费了 不管做料理 做浸泡油 然后做醋 或是当防虫的 放在衣柜里头 所以它的功能是非常多 非常棒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柠檬罗乐一大盆 好天气呢 可以做好食物